小乐高大乐曲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 今天我们要来做的是开箱 那在暑假最后的时候坏雪又买了很多新的乐高 快点让我们打开看一下这里边有些什么好东西吧 那就大大的一盒我们先放到下面 先来看这上面这些小一点的盒子 从这一盒开始看 那这一盒呢是乐高科技组的42107杜卡提那辆摩托车 那杜卡提呢已经上市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坏雪之前呢一直没有买 这一次正好趁着拼多多百亿补贴有比较不错的价格 所以我就把它给买过来了 后面有空的时候做出来来一起看一下 来看一下杜卡提 那我们买的这盒呢后面是有国航的标签的 那这个是一个国航的版本 那这一盒呢是乐高哈里波特里边的75975海德威 海德威这个造型其实还是挺漂亮的 同时它还带有这种联动的功能 可以模拟出海德威飞翔的姿态 后面再做出来了 来两盒开好我们再来开一盒 开一个小盒吧把这一盒打开看一下 这个这里边不是乐高 这个是幻学买的那个内存条 我们有一台破电脑需要升一下机 买了个内存条 这内存条怎么混进来了 来再来开这一箱 这个呢是乐高与漫威合作推出的76165 这个钢铁侠的头像 钢铁侠在复联寺里边已经正式退场了 这个钢铁侠的IP能榨干尽量要榨干 对吧 所以出了这个头像 这个头像呢从峰会上来看 其实坏血是觉得比较丑的 但据说做出来实际的样子还不错 那具体做出来怎么样 做了才知道 这又是一盒乐高哈利波特的产品 这一盒呢是75967近铃乌姆里奇的预见 嗯 这呢是一盒小盒的产品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一个了 可能有朋友要问啊 为什么我们没有买那个大的对角像 那其实我们大的对角像早已经买好 已经在开始制作了 但是熟悉坏血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们拍摄这种乐高花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光前期的拼搭过程一个小时只能拍150片左右 那对角像那个规模 你算一下就知道光一个拼搭过程就要拍多久了 那还需要大家多等待个几天时间 这个呢是多梅卡跟宝可梦出的这个一辆小车 编号P-01的妙蛙种子的这辆车 那其实啊这是P-02说错了 这是P-02 P-01呢是皮卡丘那辆车 那P-01现在淘宝上基本上都已经卖完了 所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一辆P-02了 再来看这一箱 这里边又是一盒76898A 为什么要加右呢 熟悉坏血的朋友应该知道 今年八格的乐高超级赛车的产品 我们早在春节前后就已经全部给拍完做完了 那这一盒76898 坏血对于里边这一辆FE的造型非常喜欢 所以我们又买了一盒过来 作为收藏 那这一盒乐高城市天际线 21052迪拜 之前看到坏血21044城市天际线巴黎的朋友 应该无意当中看到过坏血的拼多多的购物记录 我们同时还买了这一盒21052迪拜 那迪拜坏血买的时候呢 百易补贴是342 其实后来百易补贴搞国斗 只要过332 亏了10块钱啊我感觉 不过还好 342的价格也是挺不错的价格了 迪拜做完之后 我们今年的乐高城市天际线的产品就全部拍完了 还有最后一箱 其实不是最后一箱 这箱拍完还有一箱大的 这一盒呢是乐高悟空小侠于8月1号推出的新品 80014沙大利迅雷战艇 那8月1号的时候乐高悟空小侠一共又推出了三个嘛 80014 80015 以及80016 那三盒我们这两个月慢慢做吧 我反正觉得也不是这么急了对吧 乐高悟空小侠我觉得来势挺凶的 但之后呢就觉得稍微有一些雷声大雨点小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啊 这个乐高悟空小侠这IP可以走多远 现在还不好说 它能不能像幻影忍者一样成为一个走了十多年的产品 这个也不好说 只能要时间来证明一切了 来 我们最后 把这些放旁边 最后这里有一个 哇 很沉 大箱子 那这个箱子呢 其实就不是乐高了 上面牌子已经看到了 而且这边有大大的旅行 两个字 你能猜到这里边是什么吗 这一盒呢 就是旅行节目正版授权推出的北京号破冰船 那喜欢看旅行节目的朋友 对这一艘北京号破冰船 肯定记忆犹新 这一艘大船呢 也是由六千片积木来构成 据说它完成的这艘船的长度达到了84厘米 也就是说它的个头应该是挺大的 坏雪是非常期待的 本身我就是挺喜欢看旅行这一档节目的 所以看到有出了这个首批的这个北京号破冰船 我也毫不犹豫地买了 它首批的首批好像说是270套 270这个数字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呢 好了 这里就是我们这一次开箱的所有的东西了 但其实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坏雪还给大家准备了 比如说像这一个珍宝积木的沙漠繁孔 还有像 这一个 KP积木的阴阳师的人仔毛盒 那这些产品也会在后面的视频里面 一一跟大家见面 好了 今天坏雪的乐道仓户就到这里 现在问题来了 你能猜出我们这里买的这些产品一共花了多少钱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